Hello 大家好 我是充弦老师 新北市的老师有福了 微软最强的功能都在Office 365 最新的AI疑惑越来越多 那这次我们新北市购买授权的时候 老师可以在家里备课使用 家里的电脑可以安装 我们新北市目前最新的Office版本是2021 也就是2021年前的功能 那Office 365呢 它功能会一直更新 每年再更新 会自动更新 所以这次我们新北市授权谈到老师在家里可以安装 哦 所以呢 充弦老师要来教各位老师 如何在家里安装自己的电脑 使用最新的Office 365 来 接着我们往下看吧 首先要先登录亲师生平台 网址在这里 pts.ntpc.16.tw 我想每个新北市老师应该都知道 要使用你的校务行政登录哦 当然陌生就不能登录 登录完以后呢 请你往下移动 在云端授权服务的地方 最下面这里云端支援专区 就可以看到微软云端应用服务入口 那点这里这个箭头就可以启动它了 好 如果你常要登录其实可以把它打勾 下次就不会问你了 直接就登录进来咯 下次直接进到这里来 那这里跟老师报告一下 这里呢 这个Office 365是简易版的 它的Word功能非常的阳春 哦 就跟Google的文件一样 线上版 但是呢 来 那老师我们的专业版Office 365在哪里呢 各位看一下哦 点右上角的这个账号的地方 接下来再来点选检视账户 那点过来以后呢 再请你往下移动 往下移动这边就Office应用程式 安装及管理Office用程式 点进来哦 点管理 就会到这里来了 来 老师看一下 这时候呢 就可以做安装了 这个Office的版本可是非同小可哦 你看一下吗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你就会看到这个电子安装Office 那预设一个账号 你可以安装五台电脑 五个设备 这里再点选保留 那点选保留下载完 这是个安装 接下来在资料总打开 对它按两下开始做安装 好 那出现这个呢 按yes 它就会开始装咯 那各位看一下 这边它有显示说明哦 看一下 这个每个账号可以在五台的PC或Mac电脑 五台平板这边做安装 就会看到这时候呢 它在保时连线做安装 那全部安装完成以后呢 来 我们把Word开起来 开起来以后呢 这时候呢 就点选哪一个 好 会再点选确定 好 来 会再点选确定 好 立即更新看看吧 那目前已经是最新了 所以就不需要再处理了 那我们就完成了Office 365的 来 这个是Word 那Word完以后呢 把椅子要开起来 各位看一下哦 好 点选账户的地方 这边就显示了 Office 365 那在这边再跟老师报告一下哦 它每180天都要输入校务行政账号密码做认证 hani之后还是要来挑账截戴呢 任务行政账号密码做认词 對 这边还有